下面所说的都是菩萨的妙得 只有这种真实的功德 才能够解决一些问题 同一句 就是催浮一切魔君 催浮是破除降伏的意思 魔就是杂念 就是障碍 经论上常讲四种魔 四种魔里面 最重要的 五阴谋 色瘦相形式 五阴呢 色是肉体 有肉体 你说你照顾的多麻烦 这折磨自己 是高级的凡夫 不要身体 老子就是一个好例子 老子说 无有大患 无有无有神 要没有神多好啊 没有神多轻松啊 神没有了 但是还有受降形式 无色皆天 没有神 有受降形式啊 我们成都的灵魂 那还是这么 如果受降形式都没有了 都好吧 受降形式 可不可能 没有 可能 臣服就没有了 把受降形式还原了 还原是什么 见闻觉知 见闻觉知 是信得了 自信里头本有的 迷了之后 就变成受降形式 受降形式 就带给我们的折磨啊 我们看到许多人忏悔 内心里是很痛苦 那他不是从肉气 没人打他了 没人憋他了 内心里那么痛苦 那就是 那是五阴里的 受降形式 烦恼是母 私母 还有个天母 天母 天母是外面来的灾难 我们将听讲的 自然灾害 佛家称之为天母 这四中母 用什么方法相处 一句谜 真能降服 这妙计了 无论是精神上 是肉体上的灾难 只要一结束 把它统统放下 一句佛号提起来 它真能解决 为什么 这一句佛号提起 就自然得到阿弥陀佛 微生的价值 加持 力量 有多大 完全看我们自己的真诚心 就印尊所说的 一分成精 得一分价值 十分成精 就得十分价值 百分成精 就得百分价值 完全跟成精心 成正比例 没有成精心念 得不到价值 但是念总比不念好 那个价值的效果 就是说 你忘念不会起来 那是效果 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不管念时间多长 一个杂念都没有 那是佛利加持 4 2 3 4 7